最近的产业消息我们来关心华为苹果大战 先来关心华为受惠在之前的Mate60的新机 在中国大陆的销售表现亮眼 第一季大家还记得吗 当时的销售增幅达到了近7成 苹果的部分iPhone销量大减19% 这个光是统计在中国大陆的部分而已 那创了2020年以来 苹果在当地最差的一个记录 如果我们持续来看到苹果今年3月份的销量 看起来就已经回升了 稍稍好转 在目前中国大陆的出货量的部分 是增加了大约12% 外界也在看是否跟苹果手机在当地降价有关系 还记得吗 年初的时候 当时苹果手机首次的在中国大陆 做了一个促销降价 那我们再来看到最新呢 它又再大幅的下调了iPhone的售价 一口气最高调降2300人民币 换算新台币大约已经达到了1万左右 我们来看到苹果两度寄出折扣的原因是什么 是卖不动要清库存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委员怎么解读 三个原因都有 一 卖不动 二 要清库存 三 有危机感 我们先说清库存 因为iPhone 16都快出来了 之前的iPhone 15 14 13通通要赶快清库存 要不然iPhone 16出来更难卖 第二个卖不动 为什么卖不动 因为消费者买手机一定是价钱跟品质两个都考虑 那品质特别是功能 那iPhone 15早就被这个华为给赶过去了 很多人提到就是iPhone 15的功能 好像不如什么 这个华为 然后除了在海外科用以外 其他一无是处 所以它的这个品质本身的项目 就会被低估了 会被低估了以后 那你价钱又那么高 那价钱那么高 你的价钱跟你的品质不搭配的话 你那第一个感觉就是CP值不够 那CP值不够你唯一的办法 不可能现在去把它提升品质了 或提加功能不可能 唯一的办法就是杀价 唯一杀价 杀价到让其他人觉得CP值 这样还差不多 至少便宜嘛 所以卖不动就要杀价 那为什么会有危机感呢 就是它品质好像也不如 那一直在宣传 哎呀我有钛合金的偏偏 可是他忘了一件事情 消费者买了手机 第一个动作就买一个什么 把它包裹起来 根本没有人看得见 在旁边那个什么钛合金的框框 他猛宣传 我觉得酷哥该打屁股 他都不晓得消费者在想什么的 所以真的卖不动本身 要杀价 这两个夹起结果让它产生严重的危机感 所以赶快把所有可能的iPhone15 能够尽量消费 然后让销后数字起来 它的股价才可以维持高档 不然股价 连那个巴惠多都开始卖它的股票了 那这还得了 所以它这个动作 危机感最重要还来自于股票市场 对它的判断 如果你不能解决价格 你不能解决品质 你又不能解决两个引起的销售量下跌的问题 那你的股价一下跌 那你库克本身赔钱你就算了 股东搞不好董事会 对你这个指鼻子指眼睛 所以对于iPhone来讲 现在是真的进入战国时代 它好好要绷紧神经 不要到时候iPhone16出来 又跟地摊货一样 没什么新奇感 那就很糟糕 以前我们拿到iPhone 就觉得我新奇感 iPhone11 就到了iPhone14就没有新奇感 怎么跟iPhone13差不多 像我在手机停到iPhone15 我也不成绩 因为好像都差不多啊 对不对 那我是觉得这个 Mr. Cook Are you OK? Ross 你怎么看 如果苹果要维持在中国大陆的 这个高阶手机市场定位 有什么关键 先回委员的这个question Mr. Cook应该不OK吧 因为他知道中国市场 他们快失去 Apple快 苹果快失去它的优势 第一是华为高速的研发 跟推出新的手机 而且新的手机功能非常好 那第二就是地缘增值 如果以后中国人为了表现他们的爱过感 不买苹果 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 所以Apple 苹果一定对中国市场 要有一个危机感吧 那怎么应对这个危机感的时间 这个要看折扣 好像只有折扣 只有折扣是不是 因为刚刚委员解释的 他说新款的iPhone 跟直线的iPhone 没有太大的差别 所以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只有折扣这个方式来维持市场的优势 但是我刚刚说的 我真的觉得 华为的这个研发能力 还有地缘政治的原因 Apple在中国会失去它的优势了 好 我们持续看到关注完手机之外 我们来看到另一项的产品 是在电信设备上面 现在在美国的部分 我们看到带头抵制 其他国家又怎么来做反应 好 先来看 美国带头抵制下 部分的电信商 开始陆续的移除华为的 这些电信设备设施 几个国家先来看英国的部分 英国的电信公司发言人 画面上我们看到 指出华为已经成为 英国电信业者的关键供应商 因此如果说这个时候要替换设备 他认为是复杂 而且这个成本是非常昂贵的 再来德国的部分 也目前政府表示正在商讨 是否要限制电信业者 使用华为还有中芯的设备 好 另外彭博社也报道说 政府相关部会大部分来说 都是支持的 2026年前要逐渐的来 替换华为和中芯 在5G网络上面的设备 但刚刚已经提到了 这个换设备 所耗费的金额也非常的高 代价是不是会超乎想象 大使又如何解读 我想这个华为 他可以说数大 赵峰 也最近他败不复活 做得很活活 并没有被那个美国 加拿大之前欺负他 欺负的要命 这个一蹶不振 今天华为反而占你起来 而且销路都不错 产品又推成出新 这方面让一个欧美各国 一定看得很眼红 一定很不舒服 那么像他们前面讲 iPhone都被华为的 抢去他们的市占率了 必须iPhone必须要降价求售 可是华为呢 它的这个通信设备 的确是非常非常火的一种 那么欧洲 英国 德国 这两个主要的国家 过去这些年来 已经在开始 使用华为的这个通信设备 这不是这两个才开始有的 会大概至少在15年前开始 而且这个英国呢 这个德国呢 德国的这个华为的5G设备 在德国的比重占6成 很高 很高耶 而且显然不是这一朝一夕弄成 英国15 大概1 20年来才造成这个结果 我故意在非洲的时候 当丹人大使的时候 华为曾想要到史瓦基来 那时候我们国内很紧张 还要我换回应应 全力防止 那现在可以讲了 那时候我们这样去 后来台北那个中华电信的叶子 到史瓦基南 我跟他吃了一讲 他说大使 你干嘛那么讨厌华为呢 他说华为是我们中华电信的协力厂商 台北还有 华为还有分公司了 这就是华为连这个 连这个台湾都寄来 今天现在台湾还是有华为的分处 但是呢 像在欧洲呢 已经很一二十年了 就今天 不然因为美国一声令下 全部 因为美国现在也没有招了 这些中国的事情呢 他拿不出来就给你加关税 加关税 让你失去竞争力 不然就把那些各国来打 群组 要把这个全部撤掉 那个 英国现在还考虑 因为英国说 他估计出来 2024年 他在2020年 他在四年前 他就估计了 他要把这个华为设备 全部撤出的话 那四年前 英国曾经被美国压力 把华为撤出 就估计起码要损失了 至少70亿的英镑 现在已经2024年 大概四年前 现在搞不好快八九十亿了 所以这不是说撤就撤 而且这是金钱的损失之外 还有其他一些连带 联动的一些不方便 而且英国的很多 各下游厂商 或者各教育团体等等业者 他们都要设备 知识体大 不是说撤就撤 再者 德国呢 当然德国现在也很 也很被美国的压力 逼着说好 我们可以考虑 和他电用时间表会有意思 叫2026年 2026年 各位看 今天2024年 年底要选举了 加上川普当任总统 明年一年 他会开始 2026是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年份 大家观察说 美国 2026年 对这个华为的态度如何 现在还不到那个时候 所以这个是 大家估计一个 最平稳 最安全的一个 预估的年度 不是说现在 而且不是说 今天我说要同意 要拆除华为的通信设备 就可以半年时间 把它全部拆光 这是不可能 所以我觉得英国跟德国 其实各有算盘 是 各有盘算 来讲 就先我们呼应 美国的立场 我们同意考虑 同意考虑 把撤出 华为所有的通信的 一些相关的 这个周边设备 是 到底会不会能够做到 这还要观察 是 好我们看到 英国跟德国 都跟着美国 现在美国说 要拆除费用49.8亿美元 但是国会只批准 19亿美元 委员如何看 美国用国家安全的名义 来打压华为 对华为来讲的话 是一个荣誉的勋章 竟然有一个国家 举国之力 来打压一个企业 这个真是很少见 也不太容易 那华为 为什么会有今天的局面 因为它的能力太强了 华为的通讯设备 有几个特点 我不是在帮它宣传 那真的是业界这样评估 第一个价钱低 第二个妥善率高 第三个故障率低 第四个容易维修 第五个维修成本很低 再来容易装置 好像没什么缺点 好了 所以为什么它这个办法 能够打遍天下无敌手 再加上它最近 又可以跌上去 很简单的 跌上去几个设备 就可以直接把它改成 5.5G 那对很多商友 就用习惯了 那你现在要 美国要换掉这些东西 为什么会 地人政治 内中之争 战略价值 强权崛起 小国生存 现在与未来 共新世界的走向 掌握世界带动 全球观点 尽在环球发展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